- 欢迎在这里温暖的社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蕙 欢迎来收看我们都是一家人支部 新自民在台湾人口越来越多 这就显示说 他们在台湾越来越可以摄影我们的生活 我们都是一家人支部 在桌上探偷到新自民的企业 除了要持续来关心他们的生活之外 也要带观众朋友来看看 他们是如何认真来生活的 像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这个新自民的家 他就真的可以作为大家的专门 走,我们现在就带着大家 离开家来了解 在台湾一直讲述友谷工作的演员 既然台湾友谷也要有新婚纸 没办法吃饭了 他就不会适应生活 因为这回家遇到一位李老师 让他有机会再接受到友谷的工作 李老师就说 你来我们学校试试看 来面试我们还差一个老师 后来我就去了 然后我很高兴他给我这个机会 我就去了 然后去了以后 就一直在那个园所到现在 过程中就有工作了 后来因为 后来慢慢的有身份证了 可以进修了 然后就去读书 在这个过程中 我真的非常非常高兴 我先生还有我公公婆婆 还有我小姑他们都非常的支持 比如说我回来 我公公就已经煮好饭了 那我回来 那我婆婆都已经帮我衣服什么都用好 因为我做事情很忙 然后那我就专心顾小朋友 还有先生 然后其他事情这样子 就是让他专心去学习 就让他知道 做一件事就是要认真好好的去做 我觉得学习成绩好不好 对我来说我觉得不重要 我才知道他那个学习过程是很认真的 就真的有专心在学 我就觉得就很棒了 然后另一部分我觉得下一次多元文化的社会 就我会觉得如果我女儿可以一辈子热爱音乐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 我觉得我就中班的时候就让他因为他很喜欢甘情 我就让他去接触甘情 可是我都没有一直想让他去考纪啊 或怎么样 我觉得我不希望我女儿因为被逼破 以后一辈子都不愿去碰情 可能我在这个阶段还可以逼破他 那他更大以后他可能就完全不要了 因为妈妈已经逼不动我了 我真的讨厌那种东西 因为被逼的过程 我觉得对孩子的情绪是会影响的 那我会希望让他很愉快地去学习音乐 去欣赏音乐 去体会音乐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他一辈子都喜欢谈情这件事 因为有演员这种的理念 要让外甲的女儿预计说 最容易跟妈妈做会学习担气吗 其实刚来台湾的时候 是他们被受限制的很多 我希望说他是在那个时候 我希望他是多接触更多的人事物 让他更好 让他生活上 不会说觉得好像来这边好像是 没有那个什么 就是说好像来这边好像都没有自由的感觉 就是说虽然是嫁给我们台湾的话 还是希望说他能够像一般人一样 能够正常的跟人家接触啊 怎样做学习啊 怎样做什么样的活动都可以 不会受很大的事情之外 因为有家里的人的支持 那後來就是我們就後來去成立 在市政委那邊成立一個社團 是在9月17號正式成立的 成立一個新移民女性關懷協會 我們成立了這樣一個會 所以陸陸續續我們就用這個會 開始在運作一直到現在 當初剛成立的時候大家都很陌生 彼此之間都沒有辦法很熟很熟 互動很好 那經過了我們一段努力之後 大家彼此就認識了比較深入的 比較有像姐妹的那種感覺出來 我們陸陸續續辦了很多的活動 讓我們這些新移民的感情更好 大家好 希望合適新店沒有關係 新移民朋友也跟協會當時後頭處 還是會覺得非常孤單 有很多事情 也許回家跟媽媽抱抱苦苦就好了 可是我們拿電話可能就都只能報喜 不抱有 因為我們不能說我們在這裡過怎麼樣 然後就很高興後來 我們就接觸了我們現在的協會 新移民女性關懷協會 他們就像我們的兩家 就我們有時候有什麼需要 我們就會跟他們說 然後就跟他們訴苦 或者有什麼生活上的感觸也會跟他們說 我們就這樣子認識了很多很多姐妹 然後這時候就更好了 就大家在一起 有很多事情就一起想辦法解決 我們在這個新移民女性關懷協會 得到那個會長啊 總幹事的那個大力幫助 然後各方面 他們都很無私地照顧我們這樣子 那我們這些姐妹也都 當這邊是一個娘家 有什麼困難 有什麼高興的 還有生活上的一些挫折 都會跟會長或者其他姐妹倾訴 像也算是一種舒服啊 對 我覺得心態比較重要 不要有太多的那個得失心 對 只要自己生活上各方面盡力就好 可是來自哪裡啊 我來自重慶市 對 我來這邊也是12年 我目前呢就是當親 保養一個兒子 各自保養一個兒子 現在已經高中一年級了 我跟他感情特別好 不管我到哪裡 他都好像一個護花使者一樣 保護著我 而且我們兩個走出去 人家都覺得 我們兩個好像姐弟一樣 我們兩個長得特別像 人家說 看到我就好像看到他 他以前呢 沒有來到這個會的時候呢 就覺得說 咦 怎麼都沒有老鄉啊 後來一次機會啊 認識到我們這個組長 那時候我們這邊 有辦很多的活動 我說還不錯耶 那我就跟他們來參加 很好 很不錯 來到這兒過後啊 就好像你就是真的 認識到各個地方 不同的地方的姊妹們 而且呢 也真的有良家的感覺 會長對我們特別的關懷照顧 對這一點非常好 我們來到這裡 好像回良家 給這些新一面 即母的所在最喜歡的情緒 先外向也有一個嫁頭 在這前建立理事長的傳職 到哪一個家 還是肚皮有的記憶 比方當情剛剛很精彩的演出 無數可全獲不成功喔 你學會要開班 棒針編織課程 外面上所看到的這些都是新一面學院的作品 都外面會有種類 和十幾個以外也帶給家裡的人溫暖 外景天啊來到我們這個台灣 其實他們也滿辛苦的 他們一方面要照顧家庭 然後協助先生之外 他們能夠還到學會去到一技之長 那他們可以用多餘的時間去打這個作品 那他們也可以去就業 好像這些都是真的都是純手工 一針一線慢慢去完成的 那他們就是在他們的閒暇之餘 可以為自己 為孩子 為先生 便知都是屬於很溫暖的 半身 圍巾 帽子 其實這個都是雙方面可以多加去利用 如果所有在教材的規定當中 也剛才有一些問題 他們在一起 一般他們在大陸 其實他們車手一起他們都會 因為就是鄰居 阿姨 嬸生他們都會教 那他們教的東西其實就是最傳統的 他們沒有用我們一般就是我們棒針編織的一個做法 然後怎麼去看圖 怎麼去量身 我們怎麼去打花樣 他們對這個部分他們是比較少欠缺的 那我在教的過程當中他們還是會以他們的 他們以往所做的那個方法會去做 那我覺得我身為老師的一個責任就是說 我要把最正確的 最基本的 怎麼樣看圖 怎麼樣去打 怎麼去做 把最正確的東西把交給他們 因為這種手藝是有傳承 因為這種手藝很不簡單阿 然後一直在把它學到正確 只要就像我剛剛上課在講 只要你們會看圖 你們看圖公司你們懂了 其實你們就可以 所以書上的話很簡單的你們都可以完成一件 很漂亮很漂亮的一個作品 謝謝 為依為時 到我們來時的過程 跟老師有耐心 愛心的教導 課程當中 將他們原本的觀念改變 正確的印度人 能夠了解棒針的基礎 甚至能夠變化出 還有更多的作品出來 接著另外一項課程 服飾修改 服飾修改的範圍精化 除了單純的解釋之外 老師讓教導他們如何應用在這創作上 起初因為都是不會的 那我想是培養他們剛過來這一邊 能夠從家庭開始 對 她只要是在家裡當一個賢妻良母 從修改 然後自己做創作到現在他們能夠走出去 能夠去賣東西 一路上走過來就是一年多就是這樣子 陪著他們在成長 他們的需要跟他們的食物 因為每一個人他們所剪的布大小不一樣 所以我一交給他們是完全依照實用的 你的布有多少不造成浪費的原則 所以不是死的東西 其實我用意只是培養他們的賢妻良母的 發揮他們賢妻良母的本性 然後想不到說他們最後能夠把它 當成事業上來推廣 把他們所學的都已經能夠當成贈品 送給他們的婆婆 他們的小姑 大姑 所以在他們家我覺得 他們能夠持續學下來是 已經得到家裡面的人的一個支持了 老師安排客廳注重實用性 像這個旅行背包 尤其裡面一看 大廈還有很多小的暗地 不然裡面外面都一樣 跟上特殊的Logo 真的是很有感到 為老師的單位跟身當中 可以看出學習得到的身高 橫橫超過意義 真的是令人為他們感到開心 我們這個聯誼會 重點是要輔導他們 看能不能夠增加家庭的收入 所以剛開始接觸我們也在想 這個從其他國家來的 在他的文化背景都不一樣之下 我們怎麼跟他們一起 一起辦一些活動 那這個也是一個考驗啦 剛開始我們真的也不知道從何著手 只是覺得這個是一個新的課題 但是這個課題又非常過切需要的 所以我們就努力想 那剛好有一個機會就是 內政部的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 他有一筆基金在照顧這些外籍配偶的 等於幫助他們獲得技藝啦 能夠增加收入 所以我們就申請這個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 那首先我們第一次申請是申請服飾修改 那服飾修改也是因為外籍配偶 他們覺得他們的生活需要一些幫忙 所以他們很認真的學 第一期的20個學員非常認真 然後打下一些基礎 到目前為止你看到我們的成品 看到我們慢慢漸漸的在回饋社會 這個是一個可以說是一個很快樂的一個成果 當外籍配偶到我們的家庭裡面來 那台灣的家庭有公公婆婆 還有什麼小姑小淑 那這些要跟這個文化思考完全不一樣的 要生活在一起有一點難喔 但是他們可以從學習的過程 學技藝的過程知道一些技巧 然後也知道怎麼跟家庭相處 所以我常常跟老師溝通 我說我們教他們的不是只有單純的這種 服飾修改 棒針編織 我們還要教他們怎麼樣在他的生活裡面 能夠很安穩的生活 在台灣過得很快樂 我們開的這些技藝班都非常陽光 而且他可以直接的跟他的家庭收入有關係 那是不是每一個外籍配偶 我們講新住民 那他既然已經要在台灣這個地方生活下去了 他是不是要對我們台灣的所有的 包括我們的風俗 包括我們的習慣 在所有的藝術方面文化方面 應該直接插入 直接在我們的 就是直接進來我們的文化這一方面 所以我在想 如果你還沒參加其他的活動 我是勸你 有機會就多出來 那認識其他的來自各個不同的國家的新移民 你也是一個抒發 有時候遇到你的鄉親 你也是一個抒發 你也需要跟你的鄉親講 或者跟我們這些主辦單位講 我們是很希望這樣能夠把你的整個家庭帶起來 來接觸到台灣的社會 新移民如新關懷協會 幫助新移民進行適應生活 開辦機械班學習一晚 也就知道學習如何在台灣生活 看到這些新品 新個真正是真豐富多元 而且有學員在每天一早 載著作品去拜打 拜完之後再去上班 非常辛苦 你這間漫漫服飾 就是學員在學生之後 在菜市場自己開店 也提醒學員的學習成果 上完課就比較有想法了 就對衣服又更了解 再來我們這邊會有哪些服務的項目 就是我準備做那個修改衣服 相當於就是把你所學的 應用在你的生活上 對 政府都有補助辦一些課程 就多抽空出來上課 可以充實自己 透過的學位幫助跟教導一後 在家鄉處理人的支持 彥平有了自己想要開店的循環 對沙口也趕快了解 雖然店面不大 但是一旦看出彥平對沙口的經商上 是真用心 再來也會給錢跟家鄉的服務 整個經驗 又是因為什麼旅行都有 再加上彥平 親切在服務台上 讓很多身住民朋友也會來香醬 每個禮拜 彥平也會親自到外地去經費 讓各位來到這裡 可以拚到自己自己的衣服 再來看到這些包包作品 這可是一位學員 一世人的夢想 一輩子 我的一輩子的願望 真是現在能完成了 我也心得安了 徐晴 嫁來台灣十七年 講到生活上的店長 是全然感動 急忙回來就交了一身的雨 我老公就看到我就說 看你 看你交得這麼濕 你下雨你出去買什麼 你看你這樣會感冒耶 就這樣的 就說 你快點喝喝的開水 不然會感冒啊 就這樣講 當時我心裡都好 也是蠻感動的 我老公總說我 你一天到晚迷迷糊糊的 你怎麼辦呢你啊 你一個人是怎麼辦 我說那你就 你不放心你就陪著我嘛 對啊 因為我太大條了 他腦袋很好使 你看病例這樣啊 有這麼大的年齡 什麼事都記得清清楚楚 我就不行 我就迷迷糊糊一天 這個也找不到那個時候 他隨手就找不到東西 就這樣的 放到哪兒也不知道了 以前東西都他放 都他管 什麼都是他管 我什麼都不管的 我要想吃什麼 我就買什麼 我就跟他 我要捨 有的時候太貴了 我捨不得吧 他怎麼樣也給我買回來 他就這樣 要是我喜歡的一件東西啊 我覺得很貴啊 我就捨不得買啊 我覺得太貴了 他一定會給我買到 只要是我喜歡的 他都會盡量去滿足我了 反正我老公真的 他捨不得扔下我一個人了 什麼事情他都為我做得很好 只要是能為我做的 他都去做 現在我們預定好 下輩子 我女孩的時候 長成大姑娘了 我就嫁給你 你找我我也找你 我們一定要找到啊 小時候後四人 一定愛個消毒 一定愛個作惠 穿起的鋼琴 讓我們在旁邊 都聽到很感動 你學情在北京 也有自己的 怕離世納 思念的時候 隨時可以透過視訊 了解怕離世納的健康 謝謝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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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紀念班的新作品學員 每一個人 都有他的故事 看到他們這麼認真地在學習 也有因為個人 經濟的關係 得到肯定的將行 因為這是個人的興趣啊 我比較喜歡攝影啊 拍攝啊 這些東西啊 曾經得過嘉義市政府 有一個社區營造的 那個攝影的第一名 但是那是我之前 在社區大學工作 因為也是相關方面 攝影方面的工作 剛好是對自己的興趣 相關方面的事情 除了那個獎以外 還有 還有 嗯就是 之前 跟別人合作 參加那個 背後 國民新聞獎 第一屆跟第二屆 又有一獎 但是我主要是參與 剪輯的部分 這樣也很厲害 沒有 謝謝 因為我們家小朋友大了 比較有時間啊 也沒有做很多啦 就是幫忙聯絡一下 或者有什麼事情通知一下 這樣子 對 大概就這樣 一直到現在 如果有新開班的話 也是當任班長的工作 對對對 因為大家不嫌棄啦 對 算很熱心啊 是還好啦 因為覺得說 反正那個也不會 就是 可以認識很多人啊 也是蠻好的一件事情 客官大家無分之外的學習生長 透過庫定的訓練 讓客官一間 就好參加家裡的人一樣 當然 可以讓他們來到這裡學習 也是要在家裡的人的人動 跟支持 其實一開始啊 很多他們的家人 都不太認同他們出來參加這樣的社團 他們都怕他們的 他們的媳婦會被帶壞 一開始都很怕我們 可是當他們一次又一次來參與我們的活動的時候 他們都認同了 而且也很願意 讓他們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甚至於都會一起來出席 他們來到這裡 也有很多得到很幸福的 當然也有很多不幸的例子啊 然後遇到那種不幸的例子 我們都盡量在輔導他們 幫助他們 讓他們盡快的能夠阻停傷口 或者是說 如果他們在這一方面 需要我們協助的時候 我們都是盡量去關心他們 協助他們 我們都把他們當姐妹 我們希望他們在我們台灣這一塊土地 能夠盡快地融入我們這個社會 你另外還有一個關懷新住民的海棠協會 同樣也持續在你關心新住民的生活 就是通過這方面的學習了之後 我才覺得說 我們都從這麼遠的地方 我們都從這麼遠的地方 嫁來台灣 都沒有親人 沒有朋友 好像珍珍姐剛才講的 我們遇到一些事情很無助的時候 找不到一個地方去勤訴 自己內心的那種 那種就是很恐慌 沒有安全感這樣子 因為就是因為這樣的結束之後 很多的朋友 很多有跟我做這方面的交流 後來我才想說 既然我們都從這麼遠的地方來的話 我們可以組織這麼一個協會 把大家嫁來這邊的姐妹 有一個力量能夠凝聚起來 在他們家庭當中 有遇到什麼困難還是小孩 有什麼問題 或者就是自己心情最不好的時候 有這麼一個管道 大家可以來勤訴自己心中的那種委屈 這樣子 我們一些弱勢的朋友 他即使就是說有台灣好的朋友 他們遇到什麼事情 他們一樣不敢講 我有這個理念就是說 很多事情我們的理事 理事 監事 都會無大的去協助他們那個家庭 所以說對他們家庭的信任度的話 他們家人也不會那麼排斥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在這方面 弱勢的方面還是做了蠻多的 對這個新住民的幫助這方面 新住民 社團單位也積極在的福島 相信會有更多人來人 當他們的表現和作為 看到這些新住民這麼年快樂 可以互相安慰 互相鼓勵 這對他們的生活上是很大的幫助 所以互相出來 有新住民的觀眾朋友 可以讓他們家出來接受 就出互相交換意見之後 他們對生活上絕對有很大的提心 時代你改變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的觀念 也要對你來改變 新住民是需要我們來關心和尊重的 所以在這裡我也希望 我們每一位新住民的朋友 可以真幸福 真快樂的在台灣生活 我們都是一家人之母 到這裡要再一個段落囉 也感謝觀眾朋友你的收看 我們來繼續帶你來順序 還有更多的感動喔 我們會一處再會 掰掰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回答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